每天吃一瓜 风批姐巴巴巴 这两天狗仔全爆了一个男性婚内出轨的瓜 说是这个男性当初因结婚甜蜜出圈 但现在和离婚多年的一男平前女友复合了 所以要和老婆闹离婚 与旧情人双树双飞 为此还给老婆过脏水 爆出了女方的很多负面新闻 与此同时 她老婆也在大出杀招 打算借着这次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逼迫男性净身出户 然后爆料狗仔给出的瓜瓜乐线索 这位夫妻有孩子 男方很多正面形象都是靠这段婚姻维系起来的 几年前两人就闹离婚来着 但捆绑关系太深 孩子也小 没历程 而最近男方事业很顺 又想离了 且男方之前和拍戏的搭档也有过关系 说过会为了搭档离婚 和一男平的离婚前女友 结婚甜蜜出圈 平凡到离婚这几个关键线索提炼出来以后 目前吃瓜圈子直接炸裂了 大家都把这三位当事人一一对号入座 案头在了陈晓 陈延欣 赵丽颖的身上吃瓜 陈晓的名字还直接爆了热搜 有一说一 这瓜真不是指他们三 要是这三位 狗仔压根不会搞那种短句式预告 而是直接爆料 发电视同的天 把放圈和瓜圈搞个天方地右腹 狗仔这么暗绰绰 故弄玄虚 明显大瓜当事人是没啥热度的那种艺人 封闭姐打听了一圈 得到的消息是 这次要爆的人有可能是朱亚文和沈嘉丽 他俩这阵子貌似婚变了 至于陈晓 陈延欣 赵丽颖 说起来陈晓和赵丽颖当年确实爱过 当八以后就基本没有往来了 日常出席活动 两家也是避嫌的 复合的可能性为零 不过陈延欣一直挺忌惮赵丽颖的 特别怕陈晓和赵丽颖复合 私底下没少搞少动作 另外 陈晓和赵丽颖的婚姻也的确出了问题了 而且不是一年两年 起码三年四年了 之前律师圈还传出过二人签的离婚协议的消息 只能说他们啥时候爆出白大瓜 那就不用觉得奇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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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